你为什么不举药线呢 因为 臣厌恶他 这话看似没啥水平 还显得自己小肚鸡肠 其实却是大有学位 因为李善长明白 药线正是朱远璋派来的 制约他和胡威庸的棋子 他越是表现得与药线不合 朱远璋就越是有可能 提拔药线分掌他的权利 而这正是他想要的效果 药线快爬到巅峰了 接下去就会是深渊 事实证明 姜还是老的辣 朱远璋果然任命杨线 为中枢省的左城 地位虽赐予李善长 但主持的事务却比 李善长这个丞相还要多 而李善长也乐得自在 效仿刘伯温回家养病去了 李善长李善长不点用了 胡威庸胡威庸投诚了 于是他人性中的张狂 膨胀的更加厉害了 就比如说实习的李靖 仅仅是言语上冲撞了他 就被罚规在地板上 抄写奏章六个时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王杀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